好,一集我们首先来进入 首先来看第一道题 犯法的那位议员不久就要被抓住了吧 近来不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正确选项就是 好,再看第二道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疼痛感,痛みは渐渐的就会消失了 所以看到正确选项是 第二个 渐渐的消失 好,来看第三道题 三番 终于我公司成功研发了新产品 所以看到这里是终于的事情 所以用的是正确选项应该是一番 这里千万请大家要注意到这个一和二选项 选项二是表示不知不觉 一つのまにか的意思 好,继续我们往下看 四番 第四道题 あのタレントは事件以来 一切テレビに出なくなった 那位演员自从事件以来呢 就再也不在电视上出现了 テレビに出る 是出现在电视上 也就是说呢 他不在荧幕上出现了 所以一切再也表示彻底的否定 因此正确选项在这里就是用法 第四个 一切ない 是这个用法 好,继续我们看下一题 国番第五道题 料理の前に とりあえずビールをたのみましょう 在菜摇之前 在吃饭之前 暂且我们先点啤酒吧 所以看到是暂且 因此正确选项在这里就是 你把第二个 とりあえず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 第六道题 六番 明日からいよいよ オリンピックが開幕します 从明天开始 终于奥运会要开幕了 所以看到 将要开始的事情 终于我们用的是 いよいよ 因此正确选项就是 二番 いよいよ開幕する 好,继续看下一题 七番 第七道题 頑固な彼は 一旦やると決めたら 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 やめることはない 非常顽固的他 只要一旦是决定要做的事情 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都不会停止不做的 所以看到 一旦发生 所以正确选项在这里就是三番 一旦やると決めたら 一旦的这个用法 好,继续看下一题 八番 第八道题 人気のマンションは 発売と同時に たちまち売り切れてしまった 非常有人气的公寓 一出售 马上就会被 買光了 所以马上这里是表示 出售的 所以看到是售完 这个意思呢 在这里表示速度很快 我们用的是正确选项 在这里是 一番 第二个 たちまち売り切れてしまった 好,再看第九道题 九番 他の人に見つからないように 他の人に見つからないように 田中さんに こっそり手紙を渡した 不让别人发现 我悄悄的把 信递给了田中先生 所以看到是悄悄的 不让别人发现的 因此正确选项 在这里就是三番 こっそり手紙を渡した 好,再看下一题 十番 第十道题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看到すぐ的这个意思 在这里表示正确的呢 就是选项三番 まもなく始まります 好,以上这里就是 問題一的练习十道题 下面呢 我们进入問題二 問題二要求我们根据 他给我们的这个句子的描述呢 我们首先来理解他的日语 然后呢在选项当中 选出正确的词 和他原来的句意呢 是相吻合的 首先来看第十一道题 問題二十一番 たくさんつまっている様子 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是非常多的 而且是つまってる 很挤的 塞的满满的 排列的在那边 所以看到这样的状态呢 就是正确选项三番 ぎっしり 我们一直说 要记住他的固定搭配 书架上的书 塞得满满的 ぎっしりと並んでいる 书和书之间都没有空隙 一本接一本的连在一起 排列的整齐的 所以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用ぎっしり来表述 好继续我们看下一题 十二番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 怎么样呢 反复多次的重复 繰り返し是重复 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说是什么呢 就是平凡发生 因此正确选项呢 就是一番 第一个 しきりに しきりに就表示平凡 たびたび的意思 屡次发生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题 十三番 第十三道题 少しちょっと どういう意味 怎样的意思呢 是指 少し ちょっと 这些少 些许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当中 有哪一个也是可以表示 这种些许一点点的意思呢 对了 那就是三番 正确选项是三 多少 或多或少 多少分かります 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就是 少し分かります 这个意思 好继续我们看下一题 十四番 第十四道题 たくさん いっぱいという意味 正好相反了 这里要求你表示的是 たくさん いっぱい 很多的 这样一个量 很多的一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呢 在选项当中 可以表达这个意思的 就是我们的正确选项 一番 第一个 うんと うんと食べる 多吃 好 再看下一题 十五番 十五道题 かたくこころにきめて ものもとを行う様子 かたくこころにきめて 表示下定决心了 这个决心已经下得非常的彻底了 所以是下定决心要做某事的这样一个样子 那我们看到下定决心的这个词 在下面选项当中呢 正确的就是三番 第三个 おもいきって 注意下 おもいきって 是表示下定决心做某事 而同样和它长得很像的这个选项四 おもいきり不要忘记啊 是彻底的意思 被彻底的骂了一顿 おもいきりしかられた 是这个意思 不要搞错 好 以上这里就是 問題2 这里的五道题目的练习 下面呢 我们一起进入 問題3 这里出现的题目呢 都是在重点 要提问的词下面呢 划有横线 然后在选项当中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选出和它划横线词 意思最相近的那个意思的选项 首先来看第16道题 16番 あの事故から もうすぐ一年が経つ 从那次事故发生到现在呢 差不多要过了一年了 快要一年了 もうすぐ一年が経つ 所以差不多快要的这个意思呢 在选项当中 我们看到正确的 就是4番 まもなく一年が経つ 这里的正确选项就是 用 まもなく 他和もうすぐ 意思是相近的 好 继续我们往下看 17番 第17道题 言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のに 思わず 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った 但还是不由的 但还是不由的把真实的事情说了出来 把真相说了出来 所以不由的 不知不觉当中说漏嘴的 思わず 和他意思相近的呢 来看一下选项当中 正确的就是2番 第二个 つい つい つい的意思在这里和思わず是相近的 好 继续我们看下一题 18番 第18道题 車里还有足够的汽油 ガソリン 这个外来语要记一下它的意思 是汽油的意思 那么这里的滑线是滑在了 たっぷり たっぷり是表示 对了 充足的充分的意思 因此在选项当中和他意思相近的呢 我们看到正确的就是4番 第4个 十分に 好 继续看第19道题 19番を見てください あんまりおいしくなかったし 高かったし もうそのレストランにはいかない 又不太好吃 价格又贵 我再也不去那家饭店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滑线是滑在了あんまり 口语我们说成あんまり 其实就是あまり的意思 那么滑线あまり的意思呢 表示不太 往往后面接触的也是否定 あんまり何々ない 不太怎么样 那么我们看到和他意思相近的在选项当中出现的呢 就是正确的应该是1番 第一个 たいして 也是后面接触ない 表示不太怎么样 たいしておいしくなかったし 可以这么来说 因此这里第19道题的正确选项呢 就是1番 好 继续我们往下看 第20道题 20番 彼女はずいぶん前に離婚してしまったよ 她很早之前就已经离婚了 这里滑线滑在了ずいぶん前に 很早之前 也就是说 离婚这件事情 她早就已经做掉了 所以早就的这个意思呢 在选项当中和她意思相近的就是 一番 特に 这个特に的意思就是 ずいぶん前 很早就已经完成了 好 下面我们进入問題4 第4部分 这里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碰到的 也是相对来说 难度性比较高的一个练习项目啊 这里是四选一的题目了 主要问题就在于我们固定搭配的把握 次の言葉の使い方として 最も良いものを 1 2 3 4から一つ選びなさ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部分的练习内容 首先来看第21道题 21番 まさか まさか 首先我们要抓住他的意思 まさか呢 是表示 怎么可能 难道 表示出乎意料的这个感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选项当中 能表达这个意思的 正确选项呢 其实就是 2番 第二个 まさか彼女が 本当は男だったとは信じられない 表示吃惊的口吻 他难道真实的是个男性 我真是无法想象 无法相信 对吧 这表示吃惊 所以 まさか 难道 竟然 这样的口吻 那么同样 我们这里作为练习的解析 来看一下 选项134 这些词 肯定 まさか用的不妥当 那么怎么来改一下 使这个句子能够注意通顺了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选项1 这里 この犬は 頭が良くて まさか猿が人間のようだ 这里まさか不妥当 我们把它换成 まるで 大家觉得意思就通顺很多了吧 この犬は 頭が良くて まるで 猿が人間のようだ 这条狗啊 头脑非常聪明 頭がいい 頭がよい 这个词族的意思 这条狗 这条狗头脑非常聪明 感觉呢 完全就像是 サル 注意下 サル在日语当中 我们认为 它这个猴子 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动物 所以呢 感觉像这条狗啊 就像是猴子 或者像人类似的 因为它很聪明嘛 所以用 まるで 就比较妥当了 再来看一下选项3 まさかそれが 私の言いたかったことです 这里注意下 まさか 肯定意思是不妥当的 而应该用的是 まさに 跟它长得很像 まさに是表示 正是 まさにそれが 私の言いたかったことです 那正是 我想要说的事情 選項4 今日はまさか 仕事があるので 行けません 今日は あいにく 仕事があるので 行けません あいにく 这个词替换上去呢 注意就通顺了 あいにく 表示不凑巧 所以就说呢 今天不凑巧 因为有工作要做 所以呢 就不能去了 好 继续我们看 第22题 22番 给出的词是 にわかに 那么这个 にわか 这个词呢 我们其实之前 是碰到过的 にわか雨 突然下的 咒雨 对吧 我们可以说是 就是表示 速度上的快 突然 这意思 那么にわかに 这个词的意思呢 它是表示 马上立刻的意思 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就是正确选项 一番 急に言われても にわかには 決められない 突然被这么 问起的话呢 我急急忙忙 马上也回答不了 决定不了 因此在这里呢 选项正确 にわかに的使用呢 我们只能选择 第一个 那么二三四 又同样 我们应该如何 来把它修正一下呢 首先来看一下 选项二 表演 这里我们要把它改成 这样就可以了 因此这里针对 第二十二道题 我们看到 这里给出 にわかに 它表示的意思呢 要么是 にわかに 突然 骤然的意思 要么呢 就是马上立刻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句话 记下来 马上 我不能回复你 要考虑一下 因此这里的正确选项 就是一番 急に言われても にわかには 決められない 好 下面我们进入 第二十三道题 二举三番 いっそ いっそ的意思呢 往往是指 反而的意思 这么弄的话呢 反而不好 有点类似 かいて的意思 因此这里 根据它的这个用法呢 看到正确选项呢 在这里出现的就是 にば あちこち修理するよりも いっそ いえを あたらしく たて直してしまおう 这里也要修 那里也要修 比起这样的话呢 还不如 还不如就把 家 全部翻新 重新修一下吧 あたらしく たて直してしまおう 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因此我们看到 いっ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表示 与其这样不如 那么来看一下 这里出现的 选项一 三四 同样也是 いっそ的使用 不正确 那么我们可以 怎么来改一下呢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选项一 たのんだピザがいっそきてない たのんだピザ 我已经预定的 ピザ饼 还没有来 那么可以用 いまだに いまだにきていない 还没有来 选项三 お酒を加えたら 料理がいっそおいしくなった 这里很明显 这里很明显 就是在课文讲解的时候 我们一起大家注意了 这个いっそ和和它 长得很像的另外一个 いっそ 好 来看一下选项四 のどがかわいていたので 水をいっそのんでしまった ほうろ 很 干 就是口干的意思 所以のどがかわく 就是口干的意思 因为口很干 所以是一口气 把水喝掉了 所以这里的いっそ 我们把它换成 いっきに 就比较通顺了 把水一口气喝掉了 水をいっきに飲んでしまった 好 以上这里我们看到 第二十三题 针对给出的いっそ 这个词呢 它的正确选项就是 你吧 它的意思呢 是表示 不如 怎样 还不如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二十四题 にじゅうよんば しょっちゅう しょっちゅう的意思呢 是经常 老是 总是 这个意思 因此在这里 我们看到正确选项 在这里出现的 就是さんば 母はしょっちゅう もんこをいってる ママ呢 总是在抱怨 もんこをいう 就是抱怨的意思 那么来看一下选项 一二四 我们又可以 怎么来修改一下呢 首先来看一下选项 い そのチケットは しょっちゅううりきれてしまった 看到うりきれる 刚才我们在 练习当中 也出现过了 表示 马上卖光了 这个词呢 应该是 たちまち たちまち 是 就是 うりきれる 经常是和他搭配在一起使用的 因此选项一 我们就把它改成 そのチケットは たちまち うりきれてしまった 马上就卖完了 那个票 选项二 練習したので ギターがしょっちゅううまくなってきた 渐渐的 变得擅长了 弹吉他 所以是 練習したので ギターが 徐々にうまくなってきた 因为练习了 所以呢 吉他就变得 慢慢的 一点点 就弹得 开始上手了 开始越弹越好了 选项四 単語をしょっちゅう覚えたのに 英語の成績が悪かった のに 转折了 虽然我是 记了很多的单词 所以这里用很多 用上去比较好 単語を かなり覚えたのに 英語の成績が悪かった 虽然我记了很多的单词 但是呢 英语的成绩 还是不好 所以这里看到 因此针对24题 给出的しょっちゅう 它的意思是 始终 老式 总式 正确选项 就是三 母は 只文句を言っている 好 下面我们看 第25道题 25番 むしろ 给出的词是むしろ むしろ的意思呢 是表示 与其 说什么呢 还不如说 它往往是和前面 より 的词解释了 Aより むしろ Bの方が 有这种说法 因此我们看到 它的正确选项 在选项四个当中呢 我们看到正确的 就是一 第一个 あのちんぱんじは 猿というより むしろ 人間に近いです 所以看到 完全是抓住了 むしろ的 关键的固定使用用法 あのちんぱんじ ちんぱんじ 是黑猩猩的意思 那个黑猩猩啊 与其说 它是猴子 还不如说 它是和人 很像 那说明 它的智商 是非常高的 对吧 人間に近い 好 同样 我们作为解析 来看一下 选项二三四 来把它 修正一下 这个句子 首先来看一下 选项二 トレーニングのおかげで 更近一步得到了断裂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的むしろ 使用不妥当 我们把它改成 なおいっそ 更近一步 这个用法 トレーニングのおかげで なおいっそ 体が鍛えられた 好 再来看一下选项三 あの大会社の社長は むしろお金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いる 大公司的老板 有很多钱 这是应该很明显的 瞬间的字 所以这里我们把它改成 明らかに あの大会社の社長は 明らかにお金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いる 那个大公司的老板 明显有很多的钱 明らかに 好 再来看一下选项四 その高層ビルは むしろ完成した 我们是表示呢 总算建成了 ビル完成 因此这里换成 ようやく 比较好 その高層ビルは ようやく完成した 那个高层建筑啊 总算完工了 可以这么来修改 好 以上这里 我们把 针对副詞的 練習部分呢 我们把它全部 做了一下 来看一下这里 もんだいち 来帮助你把握 所以还希望大家 一定要通过固定搭配 来抓清楚 每一个词的使用方式 和它所表达的意思 是 感谢观看